歡迎收看懷疑把抓 我是張老和 現在選戰倒數五天了 這五天裡面 非常多議題 恐怕會左右選戰 而且這五天裡面 最關鍵就是 如何催起支持者的熱情 你可以看到 光是這幾天 抹紅的事情 光是這幾天 相關的報導 你可以看到 百遍的文哲 到底是怎麼樣呢 另外 身為的怡雲 現在賴清德 能不能解決 他已經上了這台車 而新北簡監跟大家講了 答案結果出爐了 只是這個出爐之後 要被害人同意才能說 那什麼時候 才要把話講清楚呢 至於我想到 選戰最後拼的就是一個氣 是一個氛圍 藍綠白 週末在高雄拼場 五天之內 所有的車掃 所有的相關的造勢 都非常重要 誰能激起支持者的熱情呢 現在就要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時事評論員李毅修 趙好 大家好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趙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徐鴻廷 主持人好 各官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顏若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來 毅修 說我們剛剛談到一個最關鍵了 你能夠想像 每次跑政治的時候 都會談到一件事情 哎呀 這個回力標來得又快又急 或是說打臉怎麼會來得這麼快 還記得柯文哲今天怎麼講 侯友誼嗎 中共同路人啊 他是紅色的 沒有啊 你的黨員自己先染紅啦 對 請師爺翻譯翻譯什麼是抹紅 如果說你嘴巴說人家是紅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黨員變紅了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民眾黨籍的馬志偉 當然我們要寫錢 為什麼呢 馬上火速開除了 馬志偉 因為他有選這個立委嘛 那當初呢 他這個沒有得到提名 但是他最後以這個選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以民眾的標準模式 循柯妹模式來爭取民眾黨的支持 所以這個是守衛啊 因為這樣的一個所謂摩 涉入所謂的中共戒選的事情呢 被這個收押禁見的 但可是問題照合你知道嗎 這張照片一出來說 不對啊 柯文哲馬上說 不對 他 不是 這個照片不能 他是小咖 完全不想認啦 是啊 為什麼 因為當初呢 提名的時候 中央委員 超過了我個人智慧 我IQ157 但是呢 我的中央委員加起來 IQ15你知道嗎 所以當時呢 不讓馬志偉當區議立委 所以甚至連桃園市黨部發言人的資格 都把他拔掉 可是照合有個問題啊 你說不要看這照片 但這個照片上面 你知道嗎 這個照片的完整版是長什麼樣 它下面在這裡 是用完全用民眾黨的配色 柯妹模式你知道嗎 完美複製啊 完美複製啊 就是說我是無黨籍 但是柯文哲幫我站台助選 然後黨中央的資源請住下去 你還記得前陣子不是有 前幾天而已 民眾黨有一個區主任的退選 就退黨 然後就說 雙標啊 你怎麼可以把黨中央資源灌給馬志偉呢 所以大家就問說 這合照啊 柯文哲說 我不可能知道每個人的背景嘛 對不對 公開形象跟什麼人會站在我旁邊 所以今天照合要跟誰照相 他沒辦法控制 照合來我跟你照相 我們可以控制一下 我沒辦法控制 真糟糕 所以現在柯文哲最關鍵就是說 他的第一刀先砍下去 這是一個小咖 第二刀砍下去 眾人智慧抽個人智慧 我當時 我們的決策委員就已經敢講 不能用這個人啦 好 這一把火能熄嗎 我說真的 柯文哲講的都是不是對的 當然邏輯上都是對的啊 為什麼呢 我跟誰照相照 我說不能控制啊 是啊 馬志偉過去是誰 我也不知道啊 而且我們有眾人智慧互提啊 我就講超棒的 可是問題是 大家覺得很奇怪 馬志偉當時啊 柯文哲是站台什麼 他說超優秀 讚喔 他是刺客等級的 我們內部都討論過了啊 可是你不是開會不行嗎 原則上盧竹 就是馬志偉來代表我們民眾黨 而且你知道嗎 還有誰挺他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到 柯媽的祝福也出來了 所以大家覺得奇怪了 怎麼 你現在反反覆覆啊 好那沒關係 我們都覺得可能柯文哲又被冤枉了 這怎麼辦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匯流新網 匯流新網是最有科對吧 是 結果匯流新網怎麼報導 你說馬志偉爭議大 就只有柯P贊成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人贊成 但是那個也是柯P的人 兩個人堅持 我支持馬志偉 據說柯還不是很開心 對 那可是被否決拒絕 當時大家說不要當橡皮圖章 所以大家當時說 這個當時柯文哲力保馬志偉 來選台灣立委 黨內很不滿啊 中央委員都直接都出來幹 可是問題是 中央委員評判又怎麼樣 不提名又怎麼樣 我一樣可以站台 我媽媽一樣來說話 所以又是聽媽媽的話嗎 所以這個老師這個交代 所以到底馬志偉他這麼紅 他直接已經被搜壓禁見了 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能夠搜壓嘛 所以你說柯文哲 他以前講過的話 跟他現在講的話 是完完全全回力標 打在他的臉上 今天對我選情有問題 這五天內對我有選情有問題的 前一秒才在抹紅別人 下一秒都說他跟我沒有關係 之前的李全教也是同樣模式嗎 哎呀講到李全教 那更是經典中的經典 因為李全教是什麼 李全教就是議長會選案 當然後來人家被判無罪了 所以柯文哲當然就想說 那有機會 那我們來站台 柯文哲說 呼籲全國支持者 全力下降民進黨的新潮流 一票都不要給新潮流 然後唯一支持李全教 把國家還給我 把國家還給人民 可是突然呢 大家當然很爭議 他說不對吧 你去幫李全教喊動算動算 趙虎那時候我們不是還講過這個嗎 這怎麼跑到喊動算呢 結果民眾黨 台南市黨不管就突然跳出來說 沒有授權給李全教用柯文哲的照片 又切了 一刀又砍過去了 李全教說 好了 那被切 你看就像馬志偉 最後馬志偉也是進辦說 我們會繼續爭取清盤 李全教進辦也說 造成柯文哲困擾 將不再勘載相關照片 所以我們覺得這很奇怪 就是說 怎麼好像每次遇到事情 咔嚓一刀就給它剁下去 所以難怪賴清德台南競選總部就酸 這個網路文宣都留了一周了耶 李偷到現在才發表聲明 奇怪你們到底是不是要支持李全教 因為他是票房毒藥 所以你才把它砍掉 所以難怪這個發言人 民進黨發言人 張志豪就在講 他說面對李全教跟馬志偉 柯文哲再次產生所謂的反反覆覆的態度 切割刺圓刀是在打臉自己 來宏廷哥我們剛剛提到 你跟柯文哲應該也交手還滿長一段時間 他台北市長的時候你交手滿長時間 柯文哲以前的變跟人家講說是每天變 現在進化了 每分每秒都在變 跟他有問題跟他選戰有問題的 全部資源都拿出來直接切割嗎 柯文哲不變的東西就是他的反覆 這是他唯一不變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我的看法跟我的觀察裡面 柯文哲從頭到尾都一樣 只是重點是民眾在聽他 在聽他講話的時候民眾的態度是什麼 是 如果我很認真的聽柯文哲講話 表示什麼 我對他有所期待 是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慢慢發現什麼 他講話好像有點反反覆覆 總是講不清楚 是 所以我過去才記得很多節目裡面講 就是說柯文哲其實是一個很 很什麼很波浪型的政治人物 就是當大家對他有期待的時候 當你一認真聽他的時候 對不起 就會從什麼 期待變失望 但你失望到一陣子的時候 或者是你對藍綠失望到一陣子的時候 你又這樣對他有期待了 所以他兩次的臣服在說再生 其實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柯文哲他終究要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說 民眾黨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像楊寶哲這麼優秀的人太少了 對不對 就是很 他們的人才並不夠 人才庫不足 他們的人才庫不足 所以也就是說 他在找很多素人的時候 那他到底怎麼找呢 其實你看 過去大家在看民眾黨的 所謂的莊安委員會裡面 對 民眾黨有幾個莊安委員的人士 你不知道對不對 對 很少 就很少有叫得出名字的 或者是讓大家知道是誰的 但是你常常聽到什麼 常常聽到說 他們好像內部又在什麼 內鬥 好像誰是這一派的 誰又是那一派 常常會有爭論 有摩擦 所以我覺得很妙的事情是 我們自己國民黨內鬥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內鬥很兇有沒有 但是我每次看民眾黨的時候 他們的內鬥好像比我們的更嚴重 對不對 可能他們未來大 如果有機會大起來的話 當然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 我覺得柯文哲還是要回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認為做什麼事情都一樣 政治人物的責任就是把自己的成分展現出來 我針對很多公共議題的時候 我的選擇是什麼 我針對很多人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的選擇跟我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什麼 柯文哲他終究要面臨到大家對他的一個最重要的考驗就是什麼 當我追根究底的在看你這個人的時候 我看不懂你的成分 因為就像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你一下針對所謂的這個部分 你批判得這麼強 對 結果你自己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發現說奇怪你的標準好像又變了 或者你每次都在講公開透明 但是後來密會很多次而已都是你 所以在這裡面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認真的去看柯文哲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他某種程度上 他自己的雙標其實也滿嚴重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就覺得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看柯文哲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民調 他可能會有他的天花板 其實最大的原因來自於他的本質 他的本質在這個地方就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大大方方把自己的 所謂的成分展現清楚的時候 當民眾對你有所期待 想要相信你的時候他就會比較卻步 那在這個地方 民眾黨他可能就會遇到他的天花板 來 保真 我們剛剛提到 馬志偉算是無黨籍參權 但是他還沒被開除黨員之前 他是你們的黨員 前黨員 好 現在你之前柯文哲一直在罵藍 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中共的標籤 所以他自己最怕 最討厭被抹紅這件事情 好 今天回力標馬上來 這個鍋能夠甩出去嗎 應該說柯P他前陣子 他其實並不是想要直接去抹紅 國民黨 而是他是直接問侯友宜說 為什麼 中共看起來好像滿支持你的 他是問號 他覺得 為什麼你會有人幫你去做假民調呢 當然有些人說 那一下這個媒體的民調 不講我可能還不認識 但就的確被抓到了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是特別針對侯康佩 他們去做了一個更好的民調 這是大家所打上的一個問號 那我必須說 因為馬智威他的確最剛開始的時候 的確我們本來是內部是有想說 是不是在桃園可以派他出來選 但後來的確因為經過我們的選決會 去了解了一下他的背景之後 的確好像是跟這個中國的一些關係 是有點點這個 簡不斷裡還亂的一個狀況 所以後來在選決會 就很堅持就投票去決定說 那這個可能沒辦法 就沒辦法去把他派出去 所以他最後就覺得 那不然我自己用五黨籍去選好 那我必須老實講 他用五黨籍去選我們的黨部 或是四黨部 基本上就沒有再去支援他了 因為我們就認為 他並不是代表我們的人了 保證 最大的支援是什麼 是在1月3號的時候 柯文哲直接到場 這比你們黨部支援還要多 這你的黨主席直接到場 跟大家講說他很優秀 他是刺客等級 是不是馬上出事了 沒有 他之前是說他是刺客等級 但他後來就並不是 他後來就不是代表我們 柯文哲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還是支持他們對不對 不是 不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反正最後我們就是共識決 反正我們最後是共識決 但是柯文哲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還是支持他的吧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柯文哲當然最剛開始 他認為說他是刺客等級要錯 但因為後來就是大家討論 總是你要資訊要交流 你交流之後突然發現到 他的確可能背景 有點偏紅的狀況的話 那是不是他就不適合 來擔任我們的候選 柯P當然就覺得 那我就是聽眾人的意思 他不是那種什麼獨斷 然後專決 就一定是他自己說了算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那我必須說 因為其實後來他在那一天會同框 真的是他跑來我們那個 公廟的那個行程 因為他的行程 因為我們柯P他的行程是公開的 對 那他當然知道說他會哪一個時間點 出現在那個公廟 我們其實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 也是有點 他來到現場了這樣子 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你們之前都已經知道 他可能是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他今天不管你們是公開行程 你都知道他要來 他也想跟你們同框 你們幕僚沒有去阻止他嗎 但他自己湊上來 不是 現場公廟的所有的主委 總幹事全部的人都在那裡看著 對 然後你讓一個 他是無黨籍的候選人 他就衝上來 他就說他要拍照 你根本攔也攔不了你知道嗎 他直接衝上去要拍照 那你沒有辦法啊 所以我覺得在於馬智慧這邊的話 我們並沒有說真的去幫助他 即便他是無黨籍的候選人 是真的跟我們半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我們也是知道 那既然已經開始有這個 反滲透法去查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就是把它來開除黨籍 所以我們的動作其實非常非常明快 然後在李全教這邊 我是真的要很認真講 我覺得不要這樣 隨便去使用人家的肖像球 我覺得 真的有點不道德 有點不道德 我必須老實講 那天其實在這個文宣出來之後 就有媒體來問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跟這個進辦 然後跟黨中央確認了 根本就沒有來問過我們 他們私自使用 自己使用 對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那時候我們其實在媒體上 已經開始有陸續做回應 但他可能沒有當一回事 然後後來呢 甚至我們連網路上 那種假夜的廣告 我們都看到 覺得太誇張了 就是你原本做紙本的 然後後來又開始做這種 網路的一個文宣 所以後來的確這個 進辦這邊也跟他們講 就是嚴正的聲明說 不要這樣子去 誤用人家的肖像圈 這樣真的很不禮貌 來 若芳姐妳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算是回力鏢 都來得又快又急嗎 雖然說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但不要忘了 柯文哲最聽媽媽的話 柯媽媽當時在這個 他這個馬勢威 他競選總部開力的時候 他還錄影片耶 這難道不算什麼嗎 柯媽媽當然就是 在我們看來 從柯文哲上當市長 一直到現在 很多的東西其實柯媽媽 可以代表了很多的事情 包含顏寬恆這個巧遇的這部分 柯媽媽也可以 這個代表了柯文哲這個部分 那我們都知道說柯文哲 對於媽媽的話 就是周杰倫的歌 聽媽媽的話 很多都是聽媽媽的話 但是我覺得應該回過頭來 應該講就是 黃珊珊 我們的前副市長 黃珊珊曾經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沒錯幹嘛辭 那現在這個邏輯上面講說 那你沒問題 那你幹嘛要把它 把它開除黨籍 是 而且在你們之前 其實都有過 這樣子一個討論 難道你們討論中間 沒有發現他有一些問題嗎 好 那再來就是 那如果你知道有問題 柯媽媽為什麼還要去錄 難道柯文哲不會告訴他說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雖然有支持 但是我們現在不支持了 你千萬不要去幫他站台 你沒有去做一個這樣 一個說法 難道你不知道要告訴柯媽媽媽 這件事情嗎 再來我覺得 這個反盛動法這部分 因為這個馬志偉 他有講嘛 他曾經還嗆過說 這怎麼嗆 你怎麼會去嗆這個 林非凡是中共同路人 就是告訴你說 當你一手指著別人的時候 你的四肢手指著自己 是 對 你現在就被發現說 你是不是有這個 中資的介入 你是不是有一個相關的 被這個 中資干預選舉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柯文哲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再更清楚的明瞭地就講 因為你曾經就是講過說 馬志偉是優秀的人 然後在盧竹這邊就是馬志偉了 沒錯 對不對 這是他講的這個影片 所有大家Google都可以去找得到 你這樣子的一個強力的推薦 盧竹就是馬志偉了 就是他 他是刺客 他非常刺客等級 選民完全相信你說的話 選民 對於支持者來講 市長驚訝聽 一定就是聽說 你推薦這個人 雖然我們不認識這個 這個馬志偉 但是由你柯文哲拍胸部掛保證 對著鏡頭直接這樣講 再來柯媽媽又出現在這個螢幕上面 然後幫馬志偉這個競選總部成立上面 這會不會有一個相調一個代表就是 柯媽媽代表了柯文哲出現在這個場 是支持馬志偉 那你現在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自己都覺得不意外 柯文哲做第一時間的切割 因為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問題 第一時間拿出他的刀 趕快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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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是第一次了 很多人都中了他這樣子背後很多刀 所以我覺得不意外 但是我覺得可以回過頭來就是說 看到的就是民眾黨柯文哲在選人上面 再來就是你中國同路人上面 中共同路人上面 其實你身邊充斥的很多原本你的理念 你說你不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我們要反黑金什麼 但是你馬志偉再來李全教 剛剛那張照片為什麼李全教拿去 因為你柯文哲去站他台 拉著他的手啊 你說你支持他啊 對 你支持他啊 當然你說相片要打個招呼 但是除了相片之外 但是你是直接本人站到這個舞台 牽起了李全教的手 那會讓很多的選民講說 啊你前面說反黑金 但是你拉著李全教的時候 啊你說你不是中共同路人 但是你卻支持馬志偉 那到底要選民怎麼樣支持你 要怎麼樣投給你呢 來 保證怎麼回應 我剛才簡短補充一下 李全教那邊的話 我們那個選區是 並沒有公開明確的表態說要支持誰 這個是完全沒有的 也就是說對於我們的支持者而言 如果他們認為那個選區想支持誰就支持誰 我們完全沒有去公開的表態 要支持哪一位 那拉著李全教的手呢 但我們並沒有去直接針對說哪一位 我們要去支持他 完全沒有 我們並沒有直接表態過 那你們什麼叫做公開支持 好 那我真的要先講 我覺得既然作方要這樣子講的話 我必須講 因為剛剛一直在講這個魔紅的事情 我就簡短問 趙天林現在到底他這個國安進度到哪裡了 調查到哪裡了 妳要問調查局啊 我又不是調查局 不是因為民進黨一直是說 有啊我們這個非常的佩服這個趙天林委員 說負責的課次 沒有 就是要妨害調查 他現在到底調查到哪裡了 今天趙天林是因為他的婚外型 他有一個中國配偶 但是他有沒有資金 有沒有什麼 你們有沒有拿出證據 不是啊 他是物理性的清中 物理性的清中保台 是有這樣子一個虛擬幣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問 馬自衛這個查詢報快趙天林的多久之前了 到現在都還沒查出來 所以現在簡單簡單過來講 李全教官李全教這個事情 你認為是說他只是牽緊他的手 但不代表說我要支持他嘛 並沒有公開支持 並沒有 我們並沒有明確的表態說 是要支持藍的或支持呂 並沒有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藍跟白現在選前五天 一定要撼弄的是對方的支持者 另外就是把中間選民全部都挖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週末韓國瑜出了一個大招 直接跟大家講非常非常白 柯文哲你在這場選舉 你就是一個空氣槍 熱鬧但你不會贏 喊話選票應該盡速回流到侯康佩上面 沒想到這句話說完之後 柯文哲馬上再回頭吃他豆腐 柯文哲說可以了解韓國瑜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配合操作氣寶 這跟他私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全部人大概問這個 柯文哲 他私下到底跟你講了什麼 柯文哲不講嘛對不對 趙康直接講 私下講什麼不重要 公開講比較重要 麻煩你 把你跟韓國瑜講什麼 就直接講出來嘛 不要讓人家覺得是在吃豆腐 那柯文哲也有回應了 他說韓國瑜怎麼講侯友誼的 我不想在公開場合講 持續打一個迷糊仗 那現在最關鍵的就是 其實包括侯康培他們都不講氣寶兩個字字 說我們集中選票 但他不講 其他人在幫他講 包括馬英九被記者問到 你講說要支持選票 是不是所謂的氣科寶侯 他說對 一定是要這樣 那講話也說 希望大家集中選票支持侯康培 那另外對於在野黨來說 對於藍營來說 還有一張很重要的拼圖 就是郭台銘了 那韓國瑜也在這個週末的肇事直接講很白 他花了一分多鐘兩分多鐘 一直在跟郭台銘喊話 他說郭台銘董事長 請你回頭吧 不要因為自己的個人愛恨情仇 讓自己缺席 趕快回國 趕快回國 剩五天了趕快回國 剩下一天兩天回來都好 那侯友誼也持續跟郭台銘過來喊話 那趙少康也是 他說有請中間聯絡人去聯絡他啦 最後幾天恐怕會表態也會有動作 好來 義兄 我們先從韓國瑜的這句話來說 他表態夠明顯了 空氣槍又說熱鬧但不會贏 好 這句話出來之後 柯文哲我剛剛講吃豆腐或怎麼樣 這個對於藍白選民來說會有很大的影響 或對中間選民會有一些影響嗎 確實這個槍一打出來之後就已經有影響了 為什麼 因為任何的竊竊私語什麼韓國瑜內心系啊什麼 但我相信柯文哲不是住在韓國瑜床板下啦 跟韓國瑜睡覺是李嘉芬不是柯文哲 所以我不太清楚說 他是聽到韓國瑜哪一個內心話是怎麼回事 那如果有簡訊的話 雖然柯主席說不要像侯友誼一樣公佈人家簡訊 但整體來講韓國瑜已經公開表現 而且越講越明 那為什麼要講那麼明 事實上也是因為前一段時間 有所謂的冒牌韓粉問題嘛 有所謂的白話韓粉問題嘛 然後大家說總統柯文哲 院長韓國瑜這個事件 那一開始講著講著那也就是一般鄉里閒談 然後或者是支持者之間的一種心態 那也就算了 可是最近柯文哲直接公開的表態嘛 他說黃國昌陳昭之 這他親手點名丟進去部分區裡面 而且是部分區的第二第三 這樣的一個排名這麼重要的部分區 他可能不會支持韓國瑜當院長 所以到這個時候 我是覺得韓國瑜也是忍到一個程度 因為說真的韓國瑜對柯文哲是感恩的 因為當年在北農的時候他們有並肩作戰過 所以韓國瑜這個人格特質是這樣 他對於個人之間的溫暖他是不會輕易打破 可是當柯文哲把那個潘土曜盒子打開之後 那他有些話他就得講辦 所以你意思說韓國瑜一直長期被柯文哲吃豆腐 吃一次我忍耐 你之前有提拔過我 我再忍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我不忍了 我直接跟你講就是空氣槍了 是其實我直白的講 因為我們19年幫韓市長助選 說真的很多接觸 那我們真正瞭解到韓國瑜 第一個他表裡如意 他私下講他公開講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在於當然私下會講比較辣 那公開當然有這個所謂的政治人物有要求 你政治人物總不能這個私底下講話跟中海講話 完全就是在那邊開玩笑的那種態度 一定要震驚 這是有嚴肅性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差異 那柯文哲市長就講出來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真的有傷到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些我的這個觀眾朋友 就我的粉絲 他們就是說 他們爸爸媽媽有一些是所謂的韓粉 因為大家知道韓粉大哥大姐很多 就是大概有這個中年一下族群很多 那有一段時間確實他們很迷惑 到底是要挺柯還是要挺韓 那挺韓因為韓是挺猴 所以到底是要挺柯還是挺猴 他們在猶豫 但現在他們就不說話了 就最近我有粉絲講得很傳神 他說他媽媽就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看到韓科在吵架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沉默不語了 那之前大聲說我要挺柯文哲 然後這一次沉默不語 然後他就問他說 媽 你要支持誰 然後他說 我覺得可能韓市長講得有道理這樣子 所以這個真的有傷到 那因此柯文哲必須再說 這個韓國瑜其實內心是挺我的 他意思就是說 韓國瑜內心是挺我的 但是他因為國民黨綁架他 講白是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 可是我覺得柯市長這樣講 有一點點不厚道是什麼 因為這樣變成說韓國瑜是雙面人 可是就我了解 韓國瑜絕對不是雙面人 這個是千中萬確的 來 保證你怎麼看 現在被大家形容 現在柯文哲在吃豆腐 你有相關的對話相關的證據 你就拿出來啊 每天這樣放話 是要左右這些韓粉的心嗎 那我覺得韓市長是這樣啦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之前其實韓市長他已經曾經說過 在三個候選人當中 其實交情最好的就是柯P 這是他自己講過的話 那當然你說他跟柯P私底下聊了什麼 我們當然也沒有去多過問 但我相信以他們的交情而言 韓市長肯定是會有跟他說點什麼 但的確他現在在這個 侯友宜的肇事場合上 他自己的確說得很白 那我相信以這樣子的喊話 的確可能會吸引到一些韓粉 他可能就會直接回流到國民黨 那就我們這邊自己所知道的是 有一些韓粉他們其實是想要 有點分裂投票狀態 也就是說他看在韓國瑜是 國民黨的不分區第一名 所以他可能政黨票投給國民黨 但是他們想要把總統票投給柯P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是想要 有點採取這種分裂投票狀態 以我們這邊自己所了解到的 一些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們可能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那甚至我覺得像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在高雄的整個大造勢 我們現場是超過8萬人 然後線上有超過11萬人在做一個觀看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是有代表說 我們在整個中部或是南部 其實整個經營都是已經有起來 整個氣勢是有起來 那你說裡面當然也會有韓國瑜的支持者 在裡面也在我們的這個現場 他們支持韓 他們同時也支持柯 那你說現在國民黨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 這個表面上都說 沒有 我沒有在說氣寶 但他們都會開始用一個說法 比方說侯友宜就說 我要邀請柯P邀請這個郭台銘 一起來組聯合內閣 這個都算數喔 六點聲明都算數喔 然後還說什麼 還說邀柯P來做行政院長 其實他已經透過這樣子的話術 正在搞氣寶當中 但其實對我們的支持者而言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來 宏廷哥剛剛 這樣子照這樣聽起來 包括韓粉 包括柯粉 感覺有一個高度重疊的情況下 難怪韓國瑜他要說話了 難怪馬英九要說話 難怪這個 蔣萬也有說話 好 我給大家看一個最新的 這是劉家昌啊 劉家昌 他批柯文哲啊 你根本是忽然忽慮變色龍啊 呼籲韓粉跟鍋粉 出動啦 你不要再被柯文哲所左右了 來 宏廷哥怎麼看 我覺得柯文哲最大的問題跟民眾黨最大的問題 還是我剛才在講的 就是說 你在很多事情上面 你沒有辦法讓人家追根究底 就是說你沒辦法講出一個所以然 或者追到底的時候你沒辦法解釋 比如說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剛才楊寶真在講說 李全教不要用柯文哲的照片 說你不要用這樣的照片 這樣真的不道德啦 那請問一下馬自衛用柯文哲的照片 用多久啊 你們有說 這個就是他們都自己 這樣子拿來用啊 那是他自己路過的 李全教也路過啊 為什麼你沒有說 他們都直接這樣子拿來用 對 那你們從來沒有講過 馬自衛不道德這件事情啊 可是我覺得只要這樣子 去濫用人家的肖像圈 我同意啊 我們一起譴責嘛 但是 但是李全教只是發個文宣 我非常反對這樣子 然後馬自衛已經放了快一年了 非常反對這樣子作為 這是一個 好 第二件事情 我們講最簡單的 柯文哲最喜歡講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他說 來 我2024年最大的進化 叫做什麼 不再亂講話 是 對不對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 剛剛寶貞也講得很好 他說 柯文哲是一個會看場合的人 不該講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會講 我個人長期在參與政黨外交 柯文哲之前講過一句 最重要的話是什麼 你說他很會看場合 他不會講 他不會做出 把別人私底下講話 講出去這件事情 你去查新聞 柯文哲在今年 他見了日本的自民黨幹事長以後 他講什麼 他說自民黨幹事長 在私底下跟我講說 你們台灣不要想要參加CPTPP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是 對 那他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他有講過這句話 那所以 那你就說 那你剛才講說柯文哲 就是說講人家私底下講的話 我剛剛其實在評論候友誼 對 你講說 講人家私底下 我懂意思啦 但是 你連意思說這樣不道德嘛 議員你這樣超義了 那人家... 我說的不道德是 濫用人家的笑相圈 你不要把他 好 沒關係 那大家倒回去看 就是論事就是論事 大家倒回去看也可以去看這樣子啦 就是說 到底誰有經過人家同意 到底誰沒有 我就說這幾個標準 就是很難讓大家幸福 是 所以我回過頭來 我還是在講 對這場選舉來講 我覺得 拋開這些情緒性的東西 我們大家想一件事就好 選舉其實有兩種模式 我個人認為 我自己過去常常在講 選舉就有點像消費行為 消費行為分兩種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感性的 對 感性就是說 我認為這就是我 我認為這就是我要的價值 我一定要它 所以不管我付出多少代價我都要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 選舉的消費行為 消費行為裡面還有一種是什麼 理性 理性就是我就是要這個 所以我現在也呼籲所有在野聯盟的朋友 如果你是為了價值 支持你所有想要參加的候選人 可以 那付出的代價 我們就是穩著 每個人自己付出代價 不依 反正大家就是 我們做選擇 每一個選擇都是有成本 所以我們也沒有要言什麼 我們也不會說什麼 不想提名的人 我們就丟到五黨籍去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大大方方的 讓民眾去做最後的決定 來 若芳姐 你怎麼看藍白現在正在互挖 彼此的牆角之外 光是中間選民 韓國瑜的這一席化 能夠會有五天之內 會對藍白的選票流動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第一個先講 就是說國民黨這幾天開始很多 不管是管中民 然後這個韓國瑜 其實這些黨內的大佬 就即便看起來就是深藍的 在拉深藍的這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要鞏固支持者 鞏固他的基本盤 深藍的這塊 但是你說這幾天 你看像昨天的這個 在高雄 藍綠白全部都集結在南部 那你看那個造勢場合 其實你看完這樣的造勢場合 大家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那你說要真正的能夠棄保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總統的票跟立委的票 其實是綁在一起的 對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一定都是綁一起的 那當你綁一起的時候 你要去做一個棄保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 如果你說在一個月前 或是一個半月前 你開始在操作這個棄保的時候 其實也許還會有一些效果 但是現在已經剩下五天了 五天能夠流動的這個棄保的狀況 其實 老實說沒有這麼多 因為很多人心裡都已經底定 我想要投給誰 剩下的是中間選民 那現在的中間選民 現在就是大家各自要搶 我們要的是極大化 那我第一個我覺得 在這個造勢場合 這個藍綠白的這個造勢場合 看起來其實你說要真的棄保 其實我覺得沒有這麼的簡單 我也是有保留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那第二個 現在大家搶的是中間選民 年輕選票 或者是可能沒有政黨的這個部分的 那有一部分是什麼 就是郭台銘的選民 郭台銘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 韓國瑜開始愛的呼喚 親情的呼喚 我覺得再怎麼呼喚 都不能韓國瑜出來呼喚 郭台銘 因為上一次的選舉就是他把 那個郭台銘幹掉 可能郭台銘心裡還是 KID POP POP 那再怎麼樣都不知道他喊 可是大家現在都要 因為郭台銘不管怎樣 他都有一定的支持者的比例 不管他的趴數有多少 是 他就有一定的比例的支持者 現在大家能夠能搶著想 所以你看韓國瑜親情的呼喚 柯文哲也是想要有那個 那個郭台銘的票 那當然了 因為在韓粉上面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看這個 這個選票的 或者是支持度的流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韓粉其實有一部分是 跟柯粉是重疊的 有重疊到 他有重疊到 其實我們從很多的數字來看起來 其實是有重疊到的 那當然就是韓粉這塊 誰可以開始搶到 這塊餅 誰可以搶得越多 那當然他的票就會極大化更多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就是 柯文哲他在攻擊藍的部分 其實比較少一點 因為 綠的選票他已經快 已經幾乎上一次就已經搶不到了 那你說他的藍的話 他能夠搶的就是中間選民 郭台銘的選票 再來就是韓粉 以及潛藍的這個部分 他當然能挖就盡量挖 那他能夠講的話就是越靠近 國民黨的越靠近藍的話 讓人家聽起來覺得比較順耳 或者是他越捧韓國瑜 可能人家會覺得說 對那個柯文哲 從當市長的時候 可能就是支持韓國瑜 在這上面還是要支持韓國瑜 甚至韓國瑜要 是不是未來會擔任院長 去選院長這個職位 他其實也沒有講得非常死 他沒有講得非常死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韓粉這些票 所以柯文哲現在的這個 極大化的選票是 大家都想 大家都會去做的 那只是你說到棄保 我個人是覺得 已經剩下五天的時間 要做到棄保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是有所保留的 應該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很容易 你講幾句話 誰講幾句話 這個票就會全部移轉過去 好 現在倒數五天 對於國民黨來說 韓粉要把它找回來 所以韓國瑜說話了 郭粉要找回來 要找回來 你可以看到韓國瑜講話之外 其他人都在講話 但是 郭台銘他有這麼容易回來嗎 你知道現在 這個週刊報導 真的是用風聲鶴唳來形容 你可以看到這四個字 檢調在投票前再衝週點論加 所以他們認為郭台銘 是不是要停看聽呢 因為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回國 來洪廷哥 這一次郭董的這個會選這個案件 雖然還沒有往上燒 但是週點論現在是被積壓的情況下 又第二次去收週點論加 是在跟郭董講說 你敢回來試試看嗎 我覺得坦白講 我不是郭台銘 我沒有辦法把他講話 但是我還是回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大家要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我們看一個人 我們要看他的精神 那當然克文哲的精神就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郭台銘的精神 大家看得很出來嘛 就是說 郭台銘從頭到尾他都要什麼 他都希望他能夠做什麼 在野的同估 是 所以郭台銘從頭到尾他都支持什麼 政黨輪替 是 所以坦白講我也呼籲郭台銘的支持者 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郭台銘如果出來或如果不出來 他會因為他出來跟不出來 而改變他的想法嗎 他當初就是因為要什麼 就是因為要政黨輪替 他才去走這些 他需要政黨輪替 他才說只有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當他現在可以出來或不能出來 坦白講我說老實話 我不是他我沒辦法不要再說話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剛剛講了 檢調在選前做了這麼多莫名其妙的動作 會不會帶給他壓力 那對他來講他的壓力是不是非常非常大 那坦白講其實就是在阻止什麼 就是在阻止他最後一刻出來嗎 是這樣子嗎 那我再請各位朋友回去想一想 郭台銘出來跟不出來 其實他講的話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從頭到尾他就是支持政黨輪替 他如果不是支持政黨輪替 他自己當初不用出來選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他就是經歷過了疫苗這麼多 烏七媽黑骯髒的事情 他才願意出來 是 所以我在這邊我也希望郭台銘的支持者 不用再等郭台銘出訊號了 郭台銘從頭到尾他就是支持政黨輪替的 所以我們也應該要做出相對應的選擇 來 義兄怎麼看 這事情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如果郭台銘有效 那女人會做什麼 那做什麼的結果就是 郭守正必走美國 郭台銘甚至現在也不在國內 然後週等也都被收押 你把那個結構看起來 因為我們常講 釋出反常必有妖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抄林之妙的時候 當時我有加很多綠營的群著 很多人奔鄉走告說 宜蘭變啊變啊 林之妙完蛋了 要被開槍了 就是那個開槍是 就是說形容上來的 一槍把他幹掉 這個檢掉就把他幹掉 結果最後林之妙 還是一樣連任當選 那回過頭來 你今天跑去抄郭董 抄了半天 那我就問 那最後郭董的選擇是什麼 他肯定要下架你民進黨嗎 因為這事情 倘若跟郭台銘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 這個要這樣子一直牽扯 一直用暗示的方法呢 而且不會言啊 私底下傳言就是 今天如果你郭董如果出來的話 那你小心一點嘛 那否則為什麼郭守正到現在沒辦法回台灣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我是覺得檢掉真的變成政黨的爪牙 真的有點下作 我是希望這個民主法治 最重要的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在法治裡面的公平精神 要繼續貫徹 不然這樣玩下去 其實到最後也許適得其反 郭粉最後會成功的去選票集中 下架這個欺負他們偶像郭台銘的 這樣的一個邪惡政權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其實你可以看到大選這幾天啊 檢掉陸續出眾手 還記得大選九天的時候 台中有四十五名的里長被約談嗎 大頭就說 因為台中是搖擺州 這次可能會翻牌 才下重手嗎 好 剛剛又提到了 周德恩家第二度被搜 那我們就問你 該辦的到底辦了沒 光是這個羅智政影片的事情啊 大家不是之前賴清德上了車嗎 他說跟你講 中共界選啦 那這時候羅智政跟你講什麼 聲畏啦 好 果不其然 今天新聞就出來了 今天新聞是這個周刊爆料 他們說他們找到這個調查局的人員 調查局的聲喉嚨 他說其實我們鑑定出爐囉 影片非聲畏造假 是真的齁 那沒想到幾天之後 在這個被指聲畏影片之後 又陸陸續傳出羅智政的這個 跟蔡英文的這個錄音檔 這裡面講的什麼 包括有請老師啦 來看風水啦 還批評趙怡翔等等啦 大家都說這是聲畏聲畏 好 今天調查局大動作 直接跟大家講發新聞稿 跟大家講 偵查不公開喔 我們不跟你講是真的還假的 就送你幾個字 偵查不公開 大家想說哇 調查局你真的太厲害了 趕快發新聞稿 殊不知 檢方直接打臉你 這是新北地檢署 他也直接講白了 他說我收到了耶 你調查局早就鑑定結果出來了 我收到了耶 不過是被害人同意才能公布 被害人是誰 是羅智政啊 好 那我們今天 來看到侯辦這邊怎麼講 侯友宜直接講了 你民進黨要不要24小時內公布啊 你不是說這是中國界權嗎 你不是說這是聲畏嗎 那既然你有問題的話 趕快公布出來啊 如果這是聲畏 那不就坐實是所謂的 中共界選嗎 如果你不拿 難道是你心虛嗎 來羅晃姐 這一局 你們該怎麼解 我覺得因為剛剛那個 新北的地檢有講說 他們收到了資料 對 那你收到了什麼樣的資訊嗎 那我覺得你收到了公文 或是什麼 我覺得那你就要公開 那當然羅智政如果他當然是 我們當然也相信羅智政 是 那羅智政的部分 那他決定要怎麼樣做 我們都尊重他 可是我覺得 現在用這樣一直翻話 譬如說他說 那個檢調單位 問了這個知情人士 知情人士到底是誰 那這知情人士 大家很常用放話的方式 各式各樣 那放話的時候 有時候是真的 有時候是假的 我們也不知道 那你的消息來源怎麼來 那你有什麼樣的證據 我覺得大家就是攤開來 現在都是講證據 就是有什麼東西 講什麼話 那我覺得已經剩下選舉 五天了 用這樣子的一個模糊戰 我覺得不需要 但是中國有沒有 戒選台灣的選舉 那確實是有 他是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在做台灣的選舉的介入 來 宏廷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羅芳剛講的都很好 但唯一一個事情 就很重要的是什麼 面對戒選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國家 是 那怎麼樣保護我們的國家 就是把這些法制做好 所以我剛剛在強調一件事 當一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執法單位 能夠在三天之內 就告訴大家說 這到底是真實 到底是假 如果是戒選 趕快跟民眾講 那這件事情 我們面對所謂的假消息 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在這邊 遊一來遊一去 可是問題是 不管從疫情到現在 到現在選舉了 我們有看到 民進黨做了這麼多 我們只看到民進黨 一天到晚跟我們講說 有戒選 有戒選 就好像我們現在每天 小市民的日常 有詐騙 有詐騙 但是什麼 沒辦法解決 人民選政府 是希望能夠解決的 而且我還要講 洛芳剛講的都很對 可是你沒有看到 我覺得民進黨這一次有點奇怪 就是說 民進黨很喜歡打抗中保台 跟戒選牌 有沒有 但是這一次感覺起來 他們對羅志正比較沒有那麼信心 因為理論上 如果羅志正今天遭遇到這個事情 如果要打抗中牌 如果要打競選牌 大家會怎樣 你會看到 顏洛芳跟全黨站在一排 在肇事場合裡面講說 羅志正是我們的兒子 羅志正被中共欺負 被用這種影片糟蹋 今天為了台灣 我們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你說會再更用力的挺他 他絕對會很用力 甚至從一開始 把他從進場 就一路抬到台上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的話 國民大也就一排 站在馬文君旁邊 我們絕對相信馬文君 不會出賣台灣 照理來講 如果也是這樣 馬文君的東西 馬文君是賣國 馬文君的東西很簡單 今天羅志正的這個部分 是他個人的部分 那如果你說民進黨有沒有說 反滲透法是什麼時候立法 2019年 就是因為中國的戒選 我們有很多被滲透的一個狀況 被干預我們的選舉 所以在2019年 我們用了反滲透法的立法 反滲透法這是立法之後 國民黨有沒有支持 唯一一個收押的人是誰 有沒有支持 是馬斯維爾 反滲透法過了以後 唯一一個被收押的人是誰 他被多快 我都照天靈 站到那裡 我們先一個人來 我們還是回到羅志正這一題 因為羅志正這一題 現在大家都想問 坦白講 網路的鄉民都爆掉 你已經答案都出來了 真的啊 你跟我們講 我們其實也很想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讓事實說話 讓證據說話 當我們國家面對戒選的時候 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國家 保護我們的國家 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 政府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不能不表態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 然後政府說 那我要看羅志正的意見 那這個 那我也請羅志正出來呼籲 火都已經燒到屁股了 你還不敢出來講話 這也滿奇怪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我們面對戒選 任何國家的戒選 都不重要 任何國家都會對我們有想法 但重點是我們怎麼保護我們自己 把法治確立起來 把保護自己的事情做好 讓我們的檢調 能夠盡快的去澄清假新聞 這才是這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方式 而不是一天到晚恐嚇民眾 然後面對問題 又沒辦法解決問題 來 義兄我們剛剛講了 這次調查崛起坦白講 偵查不公開 我尊重 但是已經查了至少一週了 該用的軟體 你用A軟體 B軟體 C軟體全部都測試過了 好你現在以託代變 就跟你講啦 關鍵五天嘛 你不敢把答案說出來 到底誰在擋這個答案 是真是位就很簡單嘛 那就看羅志正意見 那我告訴你老百姓都看羅志正的影片 對吧 看完就知道真位了 因為不要在那邊騙了 很多東西我講白了 Defact這個東西 很多可以講 但耳朵很難裝 身體上面特徵很難裝 所以為什麼不能公布這樣 就影響選情 如果真的是真的羅志正天崩地裂 但我覺得這是錯誤的你知道嗎 其實羅志正坦白從寬 大家才要支持他 當年陳冠希被霸凌了 難道冠希錯了嗎 冠希沒有錯啊 冠希是受害者 羅志正如果他一開始覺得說 他是被身位的 那現在調查局已經查清楚 不是身位 那他是受害者 他是電磁紀錄被竊盜 所以其實這時候 術發不要拿出破例啊 所謂的調查局或者是檢調 包括這有國際形勢偵辦 要拿出破例 是誰去入侵羅志正的電腦啊 所以今天應該是這樣子 羅志正直接 因為我知道這種事情很羞愧 所以羅志正要出來哭說 我們是受害者 板橋東區要來支持羅志正 給他一個清白嘛 反正今天葉原治也不在 不是啦 所以重點就是這樣啦 我是說 如果今天是真的 他是受害者 那第一個保護受害者 那第二個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呢 他才會真正得到選民的支持 而不是說一推四五六 沒有什麼好丟臉的好不好 你不是故意洩漏 你幹嘛要覺得自己丟臉 今天不是你的錯 所以我這邊呼籲自政大大 趕快告訴大家 這是真的 還是假的 然後如果是真的 你是受害者 不要秀以其次 我們要保護受害者 來 保證你怎麼看 我覺得我看到調查局說 偵查不公開 誤出來之後我就覺得 哇這句話出來其實很傷欸 這句話出來很傷 而且我必須講 我覺得現在社群上 對民進黨已經冠上一個 名稱叫桃花黨 所以我覺得就更傷你 就是搞不清楚他這個影片 你看到底真偽是如何嗎 那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當時柯P他在八月份的時候 他曾經有過一個被聲偽的陰黨 那個時候說什麼 他批評賴希德去訪美 怎麼樣怎麼樣的 但後來調查局就直接說了 他說這個聲偽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他已經報警了台北地檢署 去做偵辦 所以調查局他其實他是可以講的 其實坦白講 今天相關的週刊報導出來 我非常shock 因為無風不其浪 我們之前跑車位都知道 裡面總是會有一些 我們很熟識的人 他已經把全部的真實情況都告訴你 他才敢寫 不然他會被告死 那為什麼現在 不把答案說出來 可能是不能說的秘密 這是不是要封城30年了 封城30年 週刊你怎麼可以洩漏 是真是假 但他如果 我覺得他如果告週刊的話 可能我覺得對大選 可能未必有利 我覺得他可能自己 要去這個想像 但我覺得現在 他不告週刊其實也不太對 因為大選這件事情 確實會影響 會影響選舉 所以他自己就在思考 到底要告或不告 他自己本身最知道 那個真偽性如何 我覺得那是他自己 心裡最小的 所以他會做出他的決定 但我必須說 我覺得民進黨 也不用每次都把他拖到 所謂的中共的戒選 當然如果中共戒選 我們肯定是譴責 但我覺得不要捕風捉影 然後再來我覺得像是 我剛剛提到這個趙天麟的事件 他曾經是國防的招委 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然後到現在 所謂的跟這個中國女子的事件 他到底有沒有把 國防的機密外流 這些事情全部都沒有進度 然後再來我們講反滲透法 我就直接問 賴清德之前說 要請習近平吃蝦仁飯喝珍奶 到底跟中共沒有什麼利益交換 你為什麼要請人家吃飯 你是不是談好了什麼 那是不是要反滲透法辦一下嗎 不是嘛 我覺得每次就是對於在野陣營 都下手操縱 然後下手超快速 但對於自家陣營 完全就是這個好像 就是表他就是 就是手碎的沒事這樣子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現在我們討論那麼多 其實選戰五天我剛剛講到了 就是情緒問題 就是熱情問題 封關民調 我們都沒辦法看了 現在就是看 每個人陸戰怎麼打 你到了那個現場之後 你感受到那份熱情 才把票才催得出來嘛 可以看到 這個週末 藍綠白都到了高雄 每個人都喊出了 包括藍 包括綠 12萬名 那白的部分也喊出了 這個現場8萬人 但直播線上有11萬人 是史上新高 好 在這一次我們先從藍開始看 他們請來前台 要下到管中明 他是他第一次站台 他直接批民進黨 是吃銅吃鐵 吃台灣 謀財害命的政黨 那至於對綠來講 他們的神主牌 不是抗中保台嗎 沒有 他們神主牌是罵韓國瑜 你可以看到賴清德 六度提起韓國瑜 拒韓當立法院長 還要將他三政出局 連蕭美琴都說 如果他真的當立法院長 我以後跟外賓解釋 韓國瑜曾經用膝蓋走路 我要怎麼解釋呢 完完全全 開始去打韓國瑜 另外柯文哲的部分呢 他說民進黨是最缺德 外溝又泰溝 等於是貪污又骯髒 另外陳昭之被大家講 是深綠的這個部分 他向綠營朋友喊話 誒 不要再含淚投票了 走跟著我 一起回來吧 來 宏廷哥 我們先從管中敏來開始談起 管中敏這張牌 是跟深藍去喊話嗎 第二個是 這個韓國瑜也太衰了吧 我剛剛上一趴也在談他 被柯文哲吃豆腐之外 現在 賴清德六次提到韓國瑜 蕭美琴也提到他 現在是打韓國瑜 來救他們的立委選情嗎 我覺得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一點 就是說在選舉的最後階段 三個政黨 他其實某種程度上 都在做一個鞏固基本盤的動作 但我在這邊 我還是要跟我們自己的建議總部 稍微喊話一點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今年 他很難在鞏固基本盤之下 再往外拓票 因為大環境確實對他不好 有很多東西他真的沒有辦法解釋 比如說我舉自己的例子 今天是立法院的臨時會 這個案子如果不是因為選舉 你覺得這個案子會過嗎 我覺得我們在野黨所有人 連腳都拿去投了 可能這個案子都過不了 對 但是因為選舉 所以今天馬上錯了同意了 對不對 說明天要做專案報告 明天要做專案報告 然後剛才出了一個新聞 王必勝自己上火線自己講什麼 他說 兩度發函高端合約 但是要求解密未獲同意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什麼 我們整個國家現在卡在一個公司裡面 這公司說不同意 對 他說不開 就不開 對不對 他不開放就不開放 政府單位叫他要開他也不要 對啊 這個時候我不禁回想到 今天假設賴清德是那個 在路上影片的那個人 對 為了國家安全 我一定要兇 是 高端一定要公布 這個時候 對我來講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領導人 對 就是遇到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 該開放給民眾 就開放給民眾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他現在遇到大環境的亂流 他只能顧基本盤 所以你看他一直在講抗中保台 講這些 講這些部分 那柯文哲現在的狀況其實也是一致 就是說他要鞏固住他的票 而且他看起來他非常的不想被棄保 對 所以他一直在做抵禦棄保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藍營的部分我覺得很簡單一件事情就是 看起來整體藍營的部分 除了像管中米以外 我也覺得呼籲進辦就是說 如果真的認為說整場選戰的距離 就差那一杯光泉水 就差那一口水 那TA要針對清楚 也就是現在藍營的position 其實是最微妙的 他同時要顧住自己的選票 他同時也有他外擴的機會 因為他看起來 他可能是相對比較有機會的那一位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所謂的這整個的TA打出來 也就是不管是面對深藍 不管是面對所謂的韓粉 不管是面對所謂的這個甚至是柯粉 甚至是針對所謂的年輕的 過去我們長期比較忽略的這些民眾 你還是要有一個訴諸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告訴大家說相信我們一次 我們可以一起把高端的合約打開來 我們可以一起把這整個過去 在疫情之中所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全部都做波爛粉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重點裡面 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大拼場 除了在鞏固基本盤以外 能外擴的所謂的團隊 他必須要做到外擴的意思 你必須要找到一個點 他必須要找到一個 所謂 不管是過去我們講的 為了內閣制也好 為了聯合內閣也好 甚至你為了高端 所謂你的合約的開放 甚至你為了所謂的波爛反正 你為了民主深化 你為了政黨輪替 都可以 請這些民眾好好的回去想 我們怎麼做 才能夠真正看到你的理想化為現實 我覺得這個是藍營 現在要做的這一部分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鞏固基本盤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在三個陣營裡面 你是很有機會 可以再往外擴一點點的 而那一點點 可能就會改變台灣的未來 來 若芳姐 你們在選戰 大概十天的左右 現在已經到五天了 你們砲打韓國瑜 同時是不是也在 要鞏固自己立委選情 大家都是這次立委選情 感覺是比較 五五波一點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講 就是大家各自鞏固自己的基本盤 無外乎就是一個 就是要把總統 大家的票能夠越鞏固越多嘛 然後當然要外擴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的區域立委 那現在大家都在想說 希望都 我們民進黨也希望能夠過半 國民黨也希望能夠過半 是 那那個 民眾黨也希望成為關鍵的手術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希望三黨不過半 但是大家互相在 第一個 鞏固自己的支持者 第二個 怎麼樣拉到年輕選票 跟中間選民 中間的這一塊極大化 好 那為什麼韓國瑜會成為 這種的足足焦點 因為他排在不分區的第一名 甚至也有謠傳說 他可能未來會變成 這個立法院 如果國民黨過半 或者是他們跟民眾黨合作的話 他也許會變成我們台灣國會的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立法院院長是要做什麼 除了主持會議之外 還有政黨協商之外 國外的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